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清早呢 我来到了牧场 待会呢 我要去看鸟 希望预计好一点 您多看点鸟 陪大家一起来共享 换镜头 我们走过来看 这边空气中充满的响的味道 应该是刚刚试过肥 那群远处的白鹤 看到没有各位 远处镜头中的白色的斑斑田田 他们在这边已经很长时间了 但是我们今天去公路边边看到鹅 我们去看鹅吧 那个拍不到太远 上公路 我今天过来就是看大雁 应该叫大雁 野生的叫大雁 家养的才叫鹅 那群徽伟鹤 这个群远有七八十只 挺大的一个群远 他们两类保护的人过来了 我们待会可以看到一群鹿吧 打呀打呀 这个大型的飞禽 这么大一个群远 在欧洲都很少见 这个群远很大 这个总群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数码 鹤野是属于蛇蜆 蛇蜆蛇 生活在沼泽里面 吃小鱼小虾 蛤蟆螃蟹 有一份奶油一般静蜿 因为夜间的温度很低 奶油会冻感冒的 这边有一只鸭子 这是母的绿鱼 公的是比较好看的 鸟类都是公的好看的 像这个鹤跟大雁都是雌雄同体 看不出来区别 鸭子有区别 鸡也是有区别 公鸡明显比木鸡好看 它这个是性选择 这不大片牧场啊 哈哈哈哈 好 我们来到大雁群 很快收眼底了 我换镜头有点快了 很多朋友批评我 头会晕 是的 头是会晕 哎呀 这些家伙留得来 你看到了 大雅大板 哈哈 就在路中间 他不了你的 有人说天朝早就逮得吃了 天朝还有浪里这么大的群鹿 都红烧大鹅 红烧老鹅早给你烧完了 你看 这只大鹅多大你看 这只公的这只 这只群鹿有不少吃 很屌的 很屌的 他们很屌的 他们站着路 快不让鸡通车过 他们有群和这种交流 刚才那个弟兄跟我说香港 后空 5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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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只左右 25只 他老夫妻两 骑着这个 双人车很悠闲自在 走近一点也能拍啊 你别忘了这是野生的啊 这可不是佳鹅啊 人让你走这么近啊 说明什么 他们已经熟悉这个人了 他们知道人不会去山海台了 这边还有几只 这边还有一只古顶鸡 烂鱼充树 昨天我说了这个鸟的体型越大 它的寿命越大 所以大烟属于大型鸟类 它得有二三十年的寿命 古顶鸡就没有了 古顶鸡个子小 古顶鸡动物也是 个子越大寿命越长 所以我们知道 南京的寿命是最长的 高达一百年到一百二十年 大象的寿命越长 也要六七十年 体型越大它越长 寿命越长 体型越小寿命越大 鸟跟腹舞动物都这样 就是温血动物是这样的 但是爬行动物到未必 大家测心一年看看 亲密接触大雁群 这可不是家鹅啊 这大雁 他们都会飞的 虽然他们经常在这边生活 飞行能力也不咋的了 但是他们还是能飞的 他们飞老高 飞行能力很强 我们说的排成人自行飞行的 就是这家大雁 车从旁边过去 河南人很爱惜动物 哪怕是车慢下来 停下来等 他也不会从大人群中冲过去 我也不打扰他们 他居然可以给我这样拍的 哈哈 好玩了 好 好玩啊 这些鲜鱼 鲜鱼 鱼车好猛 他们自行车很厉害的 奥运会都好几块鲜鱼 那边还有几只 鱼鱼 他们骑自行车很猛 那边有几只野兔 我放大一点 不然看不到 看到了 那边我手指的 现在在屏幕中间有三只野兔 看见了吧 灰兔 看到了 他们待会会跑 跑的时候再拍 有野兔就有石头动物 这边最厉害的石头动物是猫头鹰 猫 野兔是特别怕猫头鹰 但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冲突 因为猫头鹰是晚上活动 主要是他田鼠 这个牧场肯定有田鼠 对吧 还有一些这个黄鼠狼这样的 来吃这个野兔 不然没有石头动物压制他 没有石头动物野兔也活不了 他们种群很快 散起过多 然后采量 屏幕中间的三只灰点 你要说把它抓住吃烤兔肉 没人这样做 没人这样做 这边是禁止吃野兔肉 因为有这个 传染病的问题 吃野兔肉 其实很危险 河南人不吃野兔肉 吃的都是养殖的 看小伙子两个 经常看到这条路就是那个赛车道 他们就这样很猛的 这边吃野兔肉 好意思 我来说 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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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的人很大的年龄,像这个老爷子也得五六十岁了,我看过七八十岁老头儿跑步,他们全民健身了,小国家大人赖,人头不多,带着特牛。 而且样样精通,他搞得早,像艺术、市场经济,他搞得都早,他是领先的领袖,不是他跟别人学,别人跟他学,第一个自由的社会,第一个共和国不是来得完的,你看这个萌营起多快,这个速度得五十万,跟着这个筹好。 小孩子太多大,抽烟了,小女孩,女孩子抽烟在这边,比男孩还在,他们认为很酷。 这边日出的话有点云,但是也挺好看的。 这种乌云压来的感觉,山与玉矮。 我们走到里面的这一群牧场。 就是自然风光,自然风光的意思。 就是自然风光。 蛤,偏偏有一二三,三隻野兔 狗席 最後一場就是牧場 它买牛鱼运走,它一般夏天它们可以吃,去这个楞肠,让牛掌掌标。 这些地方它跟那个美国亚洲都不一样,它属于一种古老的传统,它人自然非常的和谐,一看就有几百年的基建的基建社会,因为这个城特别老。 它两千年的历史,公元前十七年建成,两千多年,它把一切都管理了一经六条。 我们那个市长和议员还经常吓来,跟我们点头发腰的,对吧?你想想看,人家都是为公民服务的。 它哪敢这个乱排啊? 它见着选民跟见着它爹一样。 你看中国人它就操你,怎么了? 咦?野兔呢? 狠狠地摁了这张草。 我中午怎么没吃野兔呢?那边有一只。 哈哈,躲起来了。 这边还有笋,笋是比较厉害的,白天也出来。 但是数量很少,笋在盘子里。 一年只下一个烂,还容易死。 乌鸦跟鸽子,鸽子繁殖率有高。 我看过那个笋去抓那个海鸥,海鸥啥都怕,就怕笋。 。 此时,费勒,补充。 特别能力,抓战绩。 它那些猛琴的水就不一样,跟钩子一样。 这只鲁瓷从水沟里面拔掉 也都在里面的山枝 这立地已经增加了全基建化 不可能 对面说的要做人民的 早就去鲁瓷化了 鲁瓷化过多年 这就不止了 不要用自己 那不停 那不停 还不停 现在到了这个就让风一样大 河南唯一美国不足的就是冬天的这个风和意义比较不冷 不过呢它不冷 它不像那个极力大陆气团的那个亚洲高压 蒙古高压的风很冷 有干净的 这种风不冷 大西洋来的 大西洋上的软油带来的软湿气流 冬季是给这边增温的 因为这边靠大西洋很近 只有一百公里都不到 所以经常就来这么一阵雨 就是像我们亚洲带季风气候的那种 春天的梅雨之前的那种春雨 很细毛毛细雨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看何军 放大看到了啊 我呢应该带数码相机出来 用长焦镜头看 手机还是不行 但是数码相机录制不了阴影 有好处有坏的 我另外还得配音 飞起来了 知道我在抓他 还有一只两只 他们这个仪式是求偶的 因为秋季是鹤的繁殖世界 这不是什么丹领鹤 丹领鹤中国特有的 这个是欧洲的黑尾鹤 它的翅膀两翼和尾巴是黑的 全黑的 也是体型比较大的 鹤跟燕都是比较大的两本 但是鹤呢比较修长 大燕是比较粗壮的 天鹅呢是介于两者之间 天鹅比它们体型都大 天鹅体型很大 我拍啥呢 我 飞了 它的飞行能力还是不错的 它比大燕起飞容易 它身体轻 但是它的飞的高度 没有大燕高度 而大燕是比较会飞的 它们总 它们会利用空气气流 人自行就是这样的 这位老者就是来看鸟的 昏吧 它用的是那个长调镜头 应该是爱鸟学会的 他每天都来看这群 看这群黑尾鹤 那远的拍一下 因为老者 他过来 他是专业的摄像的东西 他还有给每个鹤起的名字编号 那老年人他退休之后干这个事情 挺好的 等于是做学术科研 用不知道天天哪一样 这边没有麻将馆的 我跟大家讲过了 河南人特喜欢读书 图书管理权中老年人 你要值得学习的地方太过 文明不是偶然的 这是一个射箭的靶场 那边是个鱼场 历史树 这边是个田检薛年草 想吃一个田检薛年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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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